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别人100年走过的工业化的道路 所以我们煤的污染之上还要再附加 油的污染 那么我们的油怎么了 我们的油大部分烧在车上 我们的车在10年之间增加了将近一个亿 光北京2010年一年我们增加的车是多少呢 80万 80万是什么概念 就是把所有这些车头和尾这样连起来 可以从北京排到深圳 然后再从深圳排回来 这是一年增加的 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 北京本地的污染源当中最大的就来自机动车 还有一个城市出乎我的意料 某城市一年的雾霾日达到200天以上 你可以猜一下这是哪个城市 哪个 再看一次 青海 青岛 杭州 说实话我跟你一样吃惊 是因为我一直以为这叫山色空蒙 雨一期 后来我就打电话问杭州市环保局 他说是 因为它是全国人均机动车保有量最大的城市 平均两个人一辆车 所以它的机动车污染要占到40% 那车多就污染吗 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是 东京不是比北京车多吗 我们怎么没有看到这么严重的污染呢 北京市交通委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东京90%以上的人在坐轨道交通 他们只有不到6%的人在开车 北京有多少呢 北京34%的人开车 而且是在中心城区 基本这么堵着 一堵的时候 一代速排放是两倍以上 一刹车中金属的排放会更多 所以在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时候 六环以内每个小时的 PM225的排放量是多少 一吨 北京人在五公里以内开车的有多少 将近一半 而且我们当中有12%的人 是在两公里内开 我们有7%的人 是在一公里内开 一公里是什么概念 出门可能去一趟超市 去一趟菜市场的概念 难道就我们爱开车 也许有一小部分人是这样 但不会这么多人都没有理性吧 我们有辆车 那有宝宝之后 我们的约定是 除了老人 小孩 机场 医院 我们基本不开 我先生每天要上班 那他呢就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在我们家楼下 是这样骑的 只能这么骑 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自行车道 它基本上天天就被车这么压着 北京五百多万辆车 只有一半是有停车位的 但没有一辆停在半空中 所以它就压在自行车道上 压在人行道上 就这么看 当然全世界人性都差不多 不管的时候都这样 我们看看伦敦 当年好像也这么停的 后来伦敦就装了这个 即时收费器 然后是这么停的 后来伦敦又提高了 自己的停车费和拥堵费 然后车是这么停的 前两天听说深圳也这样了 说收了高额的停车费 然后深圳的同志们 是这样停的 50年前东京也这样 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 才一辆一辆地把它清出去 这是对城市的精细化管理的一个考验 爱车的人还会有另外一个疑问 就是这张照片 北京的夜里没有车对吗 那为什么污染也这么严重呢 它真的是车带来的吗 我也一直有这个困惑 一直到中科院提供给我这张图标 在北京每一天在凌晨的时候 都会出现污染的峰值 而且是每天恒定出现 永远比当天下午的时候 有机栓的排放大概要高出两倍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 我们就去了延庆 这个车不是国系的 那怎么弄 这是今年的标 3.9是什么专业的 我一专专的 那就是意味着没有任何采放 没有绿本的采放 有绿标 郭丹 市场合法的 河北省环保兵 没有他们是郭丹 但也不读着 对不对 但只在吃 看他这个绿号 大面积造假 或者说说得更严重一点 叫全面造假 这个行业那个利益 90%基本配合物败 它是个什么牌坊 如果三万辆车进不成 那就相当于几百万辆车 月内还在跑 没有任何牌坊设施的时候 它的牌坊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只这一辆车 只一项颗粒物的排放 它就是国四车的500倍 所以柴油车的比例也不算高 它跟散门差不多 并不多 只占17% 但是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 要占所有机动车的70% 它的一次性颗粒物的排放 要占到多少呢 99%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是 柴油车的尾气 排放出来的颗粒物 毒性远比一般的大 多环方厅是致癌物 但是柴油车排放出来的是 它的升级版 叫消极多环方厅 它的致癌性要高出一个量级 我在言庆的时候 看到这些柴油车司机 他们本人就是 这种柴油车尾气最大的受害者 是癌症的高危人群 而且去处罚他们 显得很不合情理 他花的是真金白银自己的钱 他买的是有国家合法 贴了合格证的车 有什么理由去处罚他呢 如果要问责的话 首先应该问的是 造假车企的负责人吧 也是想请您说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 生产的时候就没有装 这个后处理装置呢 有些出口的车 还在出口的非洲啊 其他地方还在装 还在国一国二 欧一欧二欧零的地方有 也非洲人 但你这个车贴的是国四的标呀 那本他就是他们 就是出口 比如说出口 卖个出口的 你的意思是贴错了 这样一种状况 您的意思是贴错了 对啊 他有可能贴 他自己对我 有人要啊 就马上 不知道非洲兄弟听了什么感觉 企业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辩解 和理由 但是我好奇的是 十几年来 如果说这种全面造假 普遍造假都存在 而且监管部门知道的话 为什么不去处理他们呢 我们不是有法律吗 我们不是有缺陷汽车产品 召回的管理条例吗 你这样的产品是可以召回的呀 但是从2004年到现在 这个法律在这类车辆上 用过多少次呢 一次都没有 为什么 我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 就只有当它处于 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 不合理的危险的时候才能召回 人家说了 这个环保设施不装 跟安全有什么关系 又不会出人命 所以就没有召回的依据 那我们有没有处罚它 让它销毁的权利呢 我们有 大气防治法已经规定了 你既可以让它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罚款 也可以让它没收销毁 那2002年这条法律到现在以来 十几年过去了 它用了几次呢 一次都没有 为什么呢 我得到答案是这样的 必须由依法行使 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来行使 每个人都说 我不知道这个部门是谁 那一共跟这个机动车管理的 就这几个部门 我就挨个问了一下 我先问了一下环境保护部 环保部说 听说不是我 我又问了一下公信部 公信部说绝对不是我 我又问了一下质检总局 质检总局说 应该是我们三个吧 也许他们的困惑 有一定的理由 就是你这个法律 怎么不说清楚 到底谁管呢 那我只好问全国人大了 我又问了全国人大 他们给我答案是这样的 这条法律 执法主题确实不明确 这在我们的立法当中 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为什么偏偏在大气法的53条当中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当时我们问过 就是你大气法为什么要这么写 为什么不直接写 人家说 就是因为当时定这条的时候 很多部门反对 不能离环保法 但是最后这法就过不去 过不去最后 它等于就用一个 就是蘑菇的写法 就是叫有执法权的 就是去做 听说就是你们三家都查了吗 但是实际上你还是没管住 合格上全是真的 车型也全是真的 环保部门也发了那个绿标了 没有一个部门去看那个车道具 只有那个车是我 你说你有执法权 也不会有人说有问题 那你就去执法 环保部门肯定有这个 惰正的这个嫌疑 这个我承认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也没有在追 那你们这些年来 你们执法连点牙齿都没有 我现在就张不开嘴 我怕人看见我没牙 你环保尴尬 我们就尴尬在这吗 尴尬的不光是环保部门 车企也挺尴尬的 那个造假的老板后来就跟我说 如果环保部能够去执法 去抓那些造假的车辆的话 我保证第二天就生产真的 否则的话 我生产真的 别人生产假的 明天我就垮了 然后我就问丁燕 我说你觉得人家说的合理吗 他说合理 不执法的结果就是逼别人做假 车企还有一个说法 说我们国四的标准 早就已经确定 让大家上新车 但是国四的油迟迟不供 而且供上来的油品质也不高 我们就在严庆的时候 随机抽查了这辆柴油车 这是在北京家的柴油 已经是非常好的 全国最高的水平了 但是它的柴油 测出下来之后 它是欧盟和日本 包括美国的25倍 这样的一个柴油品质 那我们的汽油是一个什么品质呢 这是环科院发给我的一张表 这张表我每年看到会很痛苦 因为完全看不懂 还好他们给了我一个结论 就是这代表我们国家的油品 长期比发达国家底2到3个等级 只要提高一个等级的话 我们排放可以减少10% 我们看上去有好油 我们有国四以及以上的油 但这部分油只占3%的比例 这就是杭州的痛苦 杭州有钱 想买好油 但是2013年之前就是没有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你只能烧国三的油 即使在北京 看上去我们的流含量 跟欧洲已经接轨了 跟美国已经接轨了 但是你再看看下面这四项 咱们都看不懂的数据 但是里面深埋着一些危险 要么它们就是增加大气的氧化性 形成颗粒物 要么就是增加毒性 最后一项 蒸气压 它增加的是汽油 蒸发出来到空中的强度 我原来想蒸发能蒸发多少啊 后来环科院的专家跟我说 你看看这段视频吧 这是用红外线拍摄的 加油站如果不加这个游戏回收装置的话 它蒸发出来的量是这么大 每一升大概要蒸发出1.5克 到大气空中来 而且我们平常开车的油箱 也会自己蒸发出来 它蒸发强度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在北京 我们光蒸发出来的碳氢化合物 就比汽车尾气排放出来的还要多 而这一项物质是PM225的重要原料 那为什么我们不赶紧 把油品弄得干净一点呢 石化行业的回答是这样 因为国家标准不够高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合理的 你没有不理由去要求企业去生产 比国家标准更高的油吗 对吧 那我们就去问 环保部 环科院 参与制定油品标准的人 你为什么不把标准定高一点呢 他给我的答案是这样的 这个小标尾呢 就是绝大部分 大部分吧 还是这个石化行业的人 大概是67%左右 大标尾更多 大标尾几乎我记得好像是90%以上 都是石化行业的人 标委会的秘书处也在石化行业那 那这个标委会的委员会主任 也是石化行业的委员 我曾经还以为你们可能能有一票 普及权呢 照说应该是吧 环保嘛 这个月薪这个苦笑 实在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我唯一能体现我存在感的 就是进门的时候 在签到本上写我名的时候 因为以前我连个投票权都没有 他说他们也会 极力地想要推动这个油品的升级 但是石化行业往往的解释是这样的 我们国家的石油 很大一部分从中东进口来 对吗 然后比如说伊朗的油 很多是重流油 在德黑兰 他们自己也承受着这种 油品质量不好带来的困扰 雾霾很大 但他们的问题是 他们没有升级的工艺 可是中国的企业是不缺这个技术的 双方的分歧在哪呢 就在钱上 国三升国四的时候 环保部说 一升七分钱就够了 石化行业说那不行 得五毛钱 我说那你们双方就摊开成本算一算嘛 到底是多少钱 很简单的事情 他又苦笑了一下 说别说是我了 你去问问发改委财政部 你看他们能知道吗 通知不了 比如说你们是东风子 你一个小孩要肥坏 你个母亲领成他的方法 只能全力全力打一顿吧 你也听着打 人家的十堂子也不会到车壁老板子 他们在你们面前 人家更不打理我嘛 他复辟单位 你拿什么招啊 他打理你啊 你这样子不给你不长假 明天别上门来 你找不长 不找不断工忙 就这话 我不知道环保部和发改委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实 有没有依据 所以我需要查证 我就向我们国家的石油标准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石化集团前总工程师曹湘宏先生提出想见面跟他聊一聊问几个问题的想法 然后他同意了 如果是石化行业的人占多数的话 有可能会损害掉了大众的一些公共的问题 组织是有产品标准的字体 不应该找一个不懂炼油企业的人 环保部门的人不懂吗 环保部门我认为他不懂 如果标准是一定 然后升级的时候比如说升不了 然后到了期限你又供不了油 然后你可能说出很多原因 但人们就不信任 那时候总统话不牵头来起草 只有能力来起草这个东西 比如像有的国家 第一 他的环保部门有懂行业的人 第二个他在提交这个草案之前 他就会跟石油行业的人 有充分的接触 了解 沟通 合影 到最后的时候 他的健康报告 他的经济报告 全部都提供给委员会 然后通过公开这个程式 让大家来做检判 而且都有彼此发言 彼此辩论的机会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觉得是可以好 可以接受的吗 可以接受 我早就想信任这个标准化 我要跟中国人 真的 外面人说你摆上中文化 中文化的人说你吃里爬完 里外无路好 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 不会投入还是升级的所有的成分 能够公示 现在社会上自然的 对中文化中文化有这样的企业 有一种这个不信任 你这种这种不信任 我们很多人不想变责 只要是有确点 就不拟公现方的 越描越黑 还不如不说 大家会想问 为什么我们不把标准提高一些 来倒逼油品的升级呢 卖一生涯了 因为大部分营起的社会 不稳定了 社会动荡了 那有没有可能 成品不时常干脆 确定放开 这样我们就不存在断工夫呢 弄得不好就出大事 不上毛狗 谁都可以来搞经营的 他可能会想说 那为什么中文化中学要挣钱呢 大家也都可以挣钱 是大家都可以挣钱 所以我同意升华改革 走不放开 如果是国家就决定说 推升这样的改革 那你国家去研究球 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大家会觉得说 现在你中文化 已经是一个世界五百强之一了 刚刚公布的是 去年的营业收入是两万亿 它是一个如此庞大的一个国为企业 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个 关于环境问题上 有更多的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呢 中文化是大的 就像一个人 很胖 但是很虚怕 全世界的石油企业 都会去尽量地维护自己的行业利益 这是一个公司的天性 这无可厚非 我们很想知道说 其他国家到底是谁在制定这个标准 这是我们目前为止查到的结论 澳大利亚 韩国 日本 墨西哥 加拿大 基本都是环境部在主导标准 即使是欧盟这样的 欧洲标准委员会来定的时候 它会有行业协会的声音 但是也没有出现过 由石化行业来主导标准制定的情况 那为什么在我国 国家车用燃油质量标准 是由石化行业主导的呢 一个国家的选择 有它的历史原因 上市第60年代 我国石油处于极度紧缺状态 长安街上的公交车 需要头顶一个煤气包行驶 远未到考虑燃油环保指标的时候 环保部门也未成立 所以标准的制定是由当时石油部 下属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负责 1983年 国家借过改革 石油部撤销 石科院化归为中石化下属 国家部委制定标准的指导 也就此交给了企业 2005年 第一届国家石化标识会成立时 石化行业自然形成主导局面 十年来 中国同时需要解决 油品质量和数量的双重增长 量级事所罕见 两大挑战并存 随着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被重视 公众对于车用燃油质量的 升级期待升高 标委会内部也随之发生变化 虽然石化行业仍然保持 一半以上的优势比例 但是非石化行业人数 两年内已经有所增加 并增加了投票设置 任何一个国家的油品标准制定 最终都来自于 它对环保和经济 最佳平衡点的选择 中国石标委未来的变化 也将取得一次 在中国 除了我们的油品标准低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在我出发之前 远远没有想到的问题 就是我们有一半的油 是完全失控 全球十大港口 现在有七个在中国 远洋货轮带来的污染之大 在靠近海岸线四百米的地方 它排放的污染相当于五十万辆大卡车 所以在深圳 百分之六十的二氧化流 是来自轮船的 也许你不在港口边上 但你生活在河流的边上 中国二十多万艘这样的船 它用的都是最差最差的那种重油 污染到什么程度 有的码头上你可以用手 把黑碳一粒一粒地捡起来 也有可能你会生活在机场的边上 飞机一起飞 一吨没有没有了 一落地 一吨没有没有了 所以白云机场 排污量相当于 六十万辆出租车的同时排放 也许你既不生活在港口边上 也不生活在河的边上 也不生活在机场的边上 但是你一定遇到过这些车 这些是工程的施工车辆 有一次我在前面河北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以为前面失火了 扰到前面一看 是他在排放黑烟 我们就跟着他进入了其中的一个村庄 看到村庄门口是这样的 这个小房间里面 是村里人在这打麻将 卖彩票 还卖柴油和美泥 我不知道这些柴油从什么地方来 当时我们跟环保部一起 环保部门就说 那这样我们去查一下看看吧 他们就现成买了一个柴油壶 然后就进了最近的一家民营加油站 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 那么等我下去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证已经被老板夺走了 你干啥呢 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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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过过的 我不能干啥呢 我把这把 干啥呢 超长的 过你超 黄保区有 有 有一个 过一个测试 过过你黄保区有 那个那啥呢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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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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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家 这国商局管的 黄保区有 黄保区我头 听你说黄保区还有 这个啥呢 我跟你说 老板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们每个人都默默无语 然后就拎着柴油虎就都散了 他说得太狠了 从煤到油 一项一项下来 煤和油的消耗都这么大 我们的品质 相对低劣 我们缺少清洁 我们还在排放的时候 缺乏控制 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 一直到这个老板 这句话 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地 道出了 某种事物的本质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为他不懂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现在就招呼开嘴 我怕人家看见我没啊 把我们有这个 利的权力 有利的权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